欢迎世界末语 师父拜祖师 他的那个拜祖师是怎么呢 这个拜祖师也是个传统文化 我们祖师三风祖师 张三风曾仁 还有杉天 大帝 假设真武大帝都不需要拜 还有老子 我们道教文化的代表人物 作为学习武当文化的弟子 必须有尊敬道的信仰 所以有拜祖师的说法 拜祖师也有三规九寇 每天早晚都必须有小学生去拜祖师 第一个是传统文化 表示尊敬祖师 第二也是表现道教收敛的一个方法 每天经常拜祖师的话 身体会迅速地打通大周天 有这么一个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